按照国际通用规则 一般需要三艘航空母舰才能够形成完备的航母战斗群 一艘直勤 一艘训练 一艘维修 如此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航空母舰的功能 有专家就表示 既然有了第一艘航母 我们应该根据国防需要使航母形成完备作战体系 那么对比其他拥有航母的国家 中国又应该如何构建完备的航母作战体系呢 施先生 其实三艘我个人看是多了一点 基本上来讲大概至少需要两艘 最低最低限度大概也还要再有一艘了 那当然未来这艘中国大陆的自制航舰 会参考什么样的构型来建造 我个人当然看说 如果它能够具备了这个弹射器的技术 那其实对中国大陆未来远洋海军的发展来讲 是有其正面的这个跟积极的效果 弹射器本身 它其实我们就拿蒸汽器弹射器来讲好了 它其实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装备 但是它所要求的材料力学 材料工程跟它的控制工程是到极致的 美国做这个蒸汽弹射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在刚开始释放这个蒸汽弹射器的时候 压力不是整个将那个高压蒸汽缸中的蒸汽 做最大的释放 而是要让它的蒸汽弹射器 要将战机推向空中前的最后一刻 达到它的压力的那个高峰 这个控制的这个力量 跟这个控制工程的精密度 就是非常难度高深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个技术上获得突破 或未来使用电池弹射器 在这个地方获得突破 那它所开发出来的舰载机 功能才能完备 也才能够具备远洋作战 自己自足的一个能力